最近我国的媒体 FANTASICO 又开始爆料了 关于全新一代 PRO DUO MIVI 的消息 因为从 2017 年到现在这两车应该卖了差不多有一个 6 年到7 年的时间 其实确实也是时候还代了啦 那么全新一代的 MIVI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在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全新一代的 PRO DUO MIVI 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一些资料呢 原本 PRO DUO MIVI 是定在这个 2025 年的第一个季度发布啦 那么大家应该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延迟啦 就是因为这个 T66B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布 所以 PRO DUO 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布两款新车 因此这个 PRO DUO MIVI 据悉它最新的发布时间 会延迟到这个 2024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啦 所以是不是真的我们就先等等看 那么关于 PRO DUO MIVI 的这个详情呢 其实还没有被曝光啦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呢 它是采用这个 DNGA 的平台打造 然后它的这个车身尺码呢 会比起现在的这个 MIVI 更大一些 毕竟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 AIR SEGMENT的 ASEA 呢 它的轴距已经达到 2525mm 如果 MIVI 还要小过啊 就真的是不行啊 因为实际上目前还在发售的 MIVI 呢 它的轴距呢是小过 ASEA 的 所以我相信呢 PRO DUO 应会想办法在这个 MIVI 上面呢 拉大它的车身尺码来符合现在消费的需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啦 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消息 这款车是 PRO DUO 自己研发呢 还是跟这个 DAZU 合作研发 如果是讲合作研发的话 确实可以帮助降低成本 可是以 PRO DUO MIVI 在马来西亚的小量呢 其实它不需要合作研发 它也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 因为从 2017 年第三代 MIVI 上市到现在呢 粗略估计呢 它全马销量呢 应该已经超过了 35 万辆 这个数据其实是蛮恐怖一下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FANTASICO 爆料的重点 因为 FANTASICO 呢 每次都有这个内幕 然后它有这个内部人士呢 放料给它听 那么根据它爆料的消息呢 未来呢 第四代 MIVI 呢 会有三种引擎配置 分别是这个 1.5 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配 DCVT 变速箱 然后还有 1.5 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配 DCVT 变速箱 然后在顶级的版本部分呢 它只会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呢 它就是跟这个印尼版本的 这个 Yaris Cross 采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109 ps 呢 然后它的油耗呢 在 Yaris Cross 那么大台的车上面呢 都可以突破 20 km per liter 所以这台车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油啦 而这款车也会成为真正 意义上第一款 Prodo 的混合动力车型 虽然之前有这个 Artiva Hybrid 可是 Artiva Hybrid 是限量的 只有 500 台 而且呢它是一个租赁的方式推出市场 你买不到 如果你真的要买到第一款 Prodo 的混合动力车款呢 那么这个第四代 Myvi 就是它啦 那么其实我们大概大概也猜得到啦 就是这个第四代的 Myvi 呢 价格的部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调整啦 因为现在的 Myvi 如果是 1.3 的版本呢 是从 10 万多块起掉 顶配的版本大概是 6 万块左右 那么我相信呢 如果在大改款之后呢 为了跟这个 Asia 有一个价格区分呢 入门版的 Myvi 价格可能会超过 5 万块 然后顶配版本的混合动力车型呢 我个人预测它会在 6 万 5 千块左右 虽然讲跟现在比呢贵了一个 5 千块左右啦 可是它多了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而且呢如果像这样你不想混合动力引擎的话 它还是提供了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可以选择 另外呢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应该也会是这辆车的选项之一啦 那么除了这一个混合动力跟自然进去版本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讲 Pro Duo 的首款电动车呢 会在 2025 年内发布 然后 Pro Duo 之前有讲过嘛 它一年只会发布一款新车 所以呢就有人猜测呢 这一款车呢其实就会是 Pro Duo Myvi 的电动版本啦 因为其实之前在 Malaysia Auto Show 上面呢 Pro Duo 也是有展示过一些这一个原型车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技术数据给我们看 而根据之前呢政府在公布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呢 就有表示呢 Pro Duo 的电动车呢售价会低于 10 万马币 那么呢相信它的价格应该会让我们惊喜啦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啦 这个 Pro Duo 的电动车呢 其实内部定下的销售目标也不是太高 大概是一个月几百台而已 所以可以看出 Pro Duo 本身其实对于这个入门级电动车并不是太看好了啦 所以相信它们的阻力呢 还是会放在这个 1.5 公升的 Myvi 还有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的 Myvi 上面啦 其实第四代 Myvi 大改款的消息呢是有机可循的 我们也有获得一些机密的资料指出这款车确实在开发中 只是就讲了嘛这些是机密资料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Show 给大家看 所以可能你不相信我讲的东西 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呢时间到了之后呢 大家就会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就很像这个 D66B 这样子 我告诉你它有它其实是真的会有的 只是可能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它的这个发布时间延迟推迟等等等等 一些因素那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东西是一定会有的 那么各位网友呢对于这个全新一代的 Pro Duo Myvi 呢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要知道 而且我相信在步入 2025 年之后呢 这个第四代 Myvi 的详情会有更多被揭露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留守我们的频道 接下来呢我们有意有新的消息就会为大家松伤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